雙方選手驚異就位 迅速出場的就是身價4萬美 規格性能質素都近乎頂級 一出場就光芒四射的高階組合 NICON Z72再加兩支大三元 NICON Z14-24 2.8S和24-70 2.8S 至於挑戰者就是身價2萬頭 機鏡都近乎便宜一半的入園組合 NICON Z5再配NICON Z17-28 2.8和28-75 2.8 單體規格很明顯雙方屬於不同級別 到底今次會是高階的機鏡以壓倒性的姿態勝出 還是入門級的組合可以力玩狂難力戰到底呢 這一場絕不公平的比試馬上開始 別急著,在開始比試之前 讓我先來簡介一下今次的玩法 以及先看看兩邊選手他們的資料 話說計這個28-75 2.8之後 NICON早前也推出了另外一支 非X-Line 2.8光圈變焦鏡頭 就是這支填補了廣角焦點的Z17-28 2.8 有留意鏡頭產品的朋友 應該都可以察覺到這兩支Z鏡的暗龍身份 而看回這個走勢 我們可以預期在NICON的鏡頭開發路線圖上的 這支7180都很大機會會是暗龍身份的2.8規格 當這支2.8的長焦變焦鏡歸位之後 NICON的大光圈變焦鏡系列就會分成上下兩線 上線就有這個比較高階的X-Line大三元系列 而下線就會有這個平民版的暗龍大三元系列 這樣的陣式對於預算有限的風景小人來說 又會不會是一個好消息呢 我們這次就來跟大家看看 無論是原生的Z-mount還是以前騰擁的SONY E都好 這兩支鏡頭其實都已經有很多又詳細又專業的實測 例如Steven、Philip Phone、請Sir他們都有評測過這兩支鏡 所以有興趣知道更加多的朋友就去看看 知不過相機和鏡頭是互相配合的 只看鏡頭有時都未必可以完全反映到實際使用時候的體驗和效果 另一方面會選擇用一些比較入門級的鏡頭的朋友 都比較大機會會配合一部入門級的相機使用 所以今次的實測中我就選擇了 將這兩支不是S-Line我Gucci叫它入門級的鏡頭 就配合同樣都是入門級的Z5使用 而這兩支比較高階的S-Line但三元就配合Z72使用 希望可以盡量反映到現實的情況 今次實測中我主要想探討三個問題 第一,就著風景笑容來說 這套入門組合有多大的能耐呢? 第二,這套入門組合和這套比較高階的組合相比 它們之間的實際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第三,這套入門組合又適合什麼人使用呢? 對於今次實測的玩法和目的大家都清楚了 如果清楚的話,就今次開始 對於喜歡逛S-Line的朋友來講 很多時候都喜歡邊走邊拍 即是代表著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拿著這部機器在手上去移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兩套機鏡的重量上的分別 就應該是最能夠讓大家感受得到 現在這套Z5再加Z28X5再加上Felter 其實大約就是1.3公斤左右 雖然不是說非常輕 但是拿上手感覺都還好 但是如果我們拿著一套Z72再加上Felter Z28X5再加上Felter 一拿上去很明顯都感受到重量有明顯的分別 其實這套機鏡的重量大約是1.5公斤左右 即是相差了大約300克左右 這300克雖然不是聽到很多 但是當你要拿著它長時間移動 又或者當你走到很累的時候 這300克可能就成為了一個非常之重大的重量 當然了 你可能說 你會像我那樣 其實用PitySan這些扣就扣在帶上 不用長期手持可能分別就沒那麼大 是的 你扣在帶上的確是沒有手持的分別那麼大 但其實因為現在這樣也是會墜在一邊 所以當你兩邊背帶不平衡的時候 當然這個負擔越輕就越好 說到邊行邊影除了重量之外 機鏡的體積、手感和操控都很影響使用體驗 首先體積上Z5和Z7II 基本上它們的整個殼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手感壓起來 分別應該真的沒什麼 但是這支鏡就有分別了 先說體積上 新的2.8系 這次兩支的口徑都是67mm 比起大三元的82mm 其實很明顯是幼了一段 同時大家也可以留意到 它們的長度上都是會短了一段 尤其是以這個廣角的17-28和14-24相比 你看到是真的差了一段 現在的鏡頭 細枝一點、短一點和幼一點之外 除了可以我們拿在手 或者扣在相機帶 扣在肩膀的時候 沒有那麼阻定之外 原來還會影響到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你的手腕有幾快會宣遠 因為原來當我們這樣保持著 或者我們要這樣改變相機指向的角度的時候 越長越重的鏡頭 所需要的力量就會越大 那這個力量怎麼來呢 就是來自你的手腕 所以在說到要手持拍攝的情況 越短越輕的鏡頭 就越容易愛護到你的手腕 我相信有拍攝一間坊鏡的朋友 一定都會知道CPL有多重要的 而事實上 如果我是行山拍攝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長插住一塊CPL 但對於用開大三元的我來說 這個位置其實就有點卡住 因為這一枝14-24 如果要用CPL的話 就一定要用回原廠這個大的遮光罩 而且是要用到1.12mm這麼大塊 所以在使用上就會有少少不便 除了我要多帶一塊東西之外 1.12mm這麼大塊其實也是挺貴的 而新的這套2.8的鏡頭 就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因為它兩枝都是用到67mm口徑 即是代表一來口徑小一點 即是雷鏡會便宜一點 二來就是我可以用一塊雷鏡 就可以用到在兩枝鏡頭身上 又不用再多帶一塊雷鏡那麼麻煩 所以無論你是用傳統的圓形類鏡 又或是像我一樣用這些Refo Ring的話 都可以一塊就用在兩枝鏡頭身上 不用再多帶一件東西那麼麻煩 除了手感之外 操控上順不順手 都是對於你用起來 鎖不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由於Z5和Z7II 基本上都是用回同一套系統 所以其實用起來 那個分別就不是真的很大 但對於用慣Z7II的我來說 要用回Z5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幾個細部位 是有少少少沒有那麼順手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水平儀的顯示 之前都說過Z7II 如果轉了一個新的水平儀的顯示 它對於畫面的遮蓋 就是大大減少了 但很遺憾Z5 仍然在用一個舊的水平儀的款式 對於畫面的遮蔽是比較多的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拍風景最重要的是水平有沒有歪到 所以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會長開水平儀 去到構圖 但Z5的水平儀遮蓋了那麼多 其實很多時候我就會覺得 真的有少少阻擋 第二件事就是那個靜畫面的顯示 Z7II 一個很好用的功能就是 當我們按一按上面這顆錄影鍵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畫面上所有的顯示 而那些資訊都暫時隱藏 就展示一個純淨的畫面出來 讓我們去專注看看構圖上 有沒有什麼細節或要留意 但Z5 又是不知為什麼沒有了這個功能 變了很多時候下面這些顯示 曝光數值等等這些設定的顯示 就會遮蓋了 我又會覺得這個為什麼不可以弄走它 就會覺得有點結束 第三件就是這個切換EVF 和螢幕的感應器 Z7II 當螢幕反映出來的時候 這個感應器就會暫停它的功能 但Z5 依然會有這個切換的功能 但有時例如我們想用低角度去拍攝的時候 我們會控得比較近身 而我還有一件比較深色的衣服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不小心觸動了這個感應器的切換 變成螢幕就會關掉了 所以這幾樣東西令到Z7II 用起來是會比較順手的 但是你說用Z5 去邊走邊拍的話 其實又不是真的有那麼大的影響 尤其是如果你沒有對比的話 其實用起來也是相當順手的 這次這套新的2.8鏡頭 比起大三元的2.8鏡頭 還有一個優勢就是 這個最近對焦距離是近了很多 所以以這個Z7IIIII為例 它最近對焦距離是19cm 比起Z14、Z24的28cm 其實是足足短了9cm 這9cm其實在創作上的變化 效果上已經是相差很遠的了 例如有時我們走山的時候 見到旁邊有些比較有趣的植物仔 蟲仔的話 我們就可以試試用這個Z7IIIII 用17mm 去拍攝一些有少少像廣角微距 當然未去到微距那麼厲害 但是都可以有一些比較近 但是視角又比較闊的構圖 大家可以試到這種創作 如果我們是用Z7IIIII的時候 我便可以對到很麻利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是 我可以很近一塊葉都拍到的 但是如果用Z14、Z24的時候 因為28cm都差了一塊CM那麼遠 其實拍出來的效果就沒有那麼震撼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開創了另一種 創作的選擇給大家 無論是影風景還是行山 還有一種情況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下雨了 不過很遺憾 在我借到這兩支鏡去實測的這段時間裡面 都沒有機會可以在雨中出動 所以唯有透過分析和模擬去做比試 先說機身 無論是Z7II還是Z5都好 它們都有這個防雨蜜風的設計 所以就算是在雨中還是濕氣重的地方 都可以安心拍攝 我自己曾經試過在一個很大雨的環境 用Z7II再加14、Z24拍了整個鐘照片 這套機鏡到今時今日一切運作都是正常 至於Z5在我兩年前的實測片裡面 雖然只是做過一個很簡單的灑水測試 但也算是可以先參考 至於鏡頭 這兩支廣角的變焦鏡 都是用了這個內變焦的設計 就可以大大提升這個抗風沙、抗雨水的能力 而事實上這四支鏡其實都是有這個防塵防水滴的設計 不過根據在官網上面秘書欄的提示來推測 非Z-Line這兩支鏡的防護程度應該不及Z-Line那兩支 但差異有多大呢 就請恕我沒有辦法可以實測得到 另外Z-Line這兩支鏡頭的前屋都是有度上了這個固塗層 官網上就說是可以防塵、防油污、防水滴、防反光 以及可以令到灰塵比較容易抹走 至於非Z-Line這兩支 它就寫了是有這個防污塗層 雖然我就不太清楚兩者具體的分別 但是看回這個簡單的水滴測試 都可以看到兩邊都是可以很有效地 防止到水點黏著鏡片 還有我們都可以很簡單地用氣泵 一吹就吹走到那些水珠 所以我相信這兩套組合在雨中拍照應該都沒有太大問題 無論這部機有多容易操控、多容易攜帶都好 最重要都是看回拍出來的效果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兩套組合 他們拍這個日間風景時候的畫質表現 兩張照片都是用手持拍攝的 為求準確反映效果 兩張照片都是沒有用到濾鏡去拍的 不如大家先來猜猜到底哪一張是入門組合拍 哪一張是高階組合拍的呢 來回對比之下大家應該會發現 其中一幅看起來會稍微比較萌 陰影位置都沒有那麼深層 整體對比度就會稍微低了 這件事應該給大家一點提示 沒錯,反差表現比較好的就是由高階組合拍的 相信這就是S-Line鏡頭比較好的防反光度模式所致 但如果我們放大100%去仔細觀察下兩張照片的銳利度和細緻度 就會發現兩者的表現是相當接近的 邊緣位置同樣都是那麼銳利 茂密的樹林的細節都是同樣分明 就連遠方的樹林都仍然可以分辨出每一棵樹 這種解像力真的令到風景小的人覺得非常舒暢 嘩,這個結果都真的相當驚人 這套入門級的組合竟然可以在畫質上和這套高階組合 鬥個難分難解不分上下 而事實上,其實受惠於這個Z系統的大口徑接環 和它的超短法難距 無論是Z5還是Z72都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先天條件 所以再配合一些比較入門級的鏡頭 都可以有很好的畫質表現 不過都要和這個高階組合說幾句公道說話 大家不要忘記Z72的像素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要維持相同的畫質 其實它的難度是會高了一點 所以這個回合他們是讓了一點點菜的 如果我們將Z72的相片 由原本的8000多乘5000多 縮小到跟Z5一樣的6000乘4000的話 對比之下就會明顯發現 Z72的照片的畫質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入門組合的畫質表現 我相信都已經令到不少朋友眼前一亮 講到影風景 相信日出日落真的很多人會喜歡拍的場景 但是這種又大光差又逆光的場景 其實對於機鏡的要求是比較高 因為它會特別容易呈現到機鏡的缺點出來 到底這兩套機鏡在拍日落的場景又會有什麼分別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它 講到拍日出日落多數都是會處於逆光 對鏡頭來說最大的考驗就是它懸光的控制 到底這四支鏡頭的表現是怎樣呢 我們先看17-28 在猛烈陽光的下手表現都尚算不錯 雖然有些懸光但就不算很嚴重 主要都是太陽移近畫面中心的時候才會比較明顯 不過在特定的角度都依然會出現比較大面積的光斑 我在另一天的黃昏也做了另一次測試 今次的懸光就比較明顯一些 光斑比較大之外出現的角度範圍都比較大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我都不太清楚了 不知道是不是跟陽光的顏色不同了有關 作為對比就讓我們看看14-24的表現了 今次這支鏡王就真的發揮出它的身價了 無論是在烈日之下還是黃昏都幾乎沒有懸光出現 只有當太陽在畫面中心的時候才有少量光斑 相信這件事正正就是S-Line鏡頭上各種高級導模的功效 至於執照效果17-28這一張直出之下似乎都相當乾淨 沒有看到有懸光 但如果我們將陰影推光之後就會發現隱藏的光斑 就這個例子來講由於光斑範圍大色彩都比較明顯 所以想以後製修復的話難度都會相當大 那14-24又怎樣呢?讓我們將真相揭開了 登登!S-Line動模再次發揮威力 陰影一推之後雖然近光源附近的光線有少少化開 但在進一步調整之下都未見有明顯的光斑出現 所以後製處理上就相對容易了 我們來看看另一組鏡頭 28-75 圓光的情況都幾明顯下 在逆光之下無論將太陽放在畫面的哪個位置都會出現光斑 這件事在扣頭上都會造成困擾 但是這次24-70都同樣出現了比較廣泛的圓光 只要太陽一入鏡就會出現光斑 不過相比之下強度就明顯比較弱 面積都比較小 來看看影相的效果 28-75 在未做調整之前已經看到光斑 做了一些明暗對比等等的基本調整之後 就會再稍為強化了光斑 所以就不是太容易處理 而24-70 調整之前就未見有明顯光斑 調整之後雖然就會令到光斑顯現 但是就不算很強烈 所以也算是容易處理 中觀以上結果 高階組合在圓光表面上明顯比入門組合更優秀 大光差再加上焗曝光圓這些這麼棘手的曝光條件 比較進階的攝影人就可能會用到這些漸變灰類鏡作為輔助 漸變灰類鏡就是方形類鏡的一種 就跟剛才我們提過的偏光鏡不同 偏光鏡就是圓形類鏡 就這樣拎螺絲拎上鏡頭就可以了 但是方形類鏡的話 它就要用另外再裝一個類鏡支架才可以裝到在鏡頭前面 所以鏡頭的設計對於我們用方形類鏡的時候都會有所影響 一般的類鏡支架都是會透過一個專用的轉折環去安裝在鏡頭前面 然後再透過這個折環去連接支架 所以現在當兩支鏡都是用67mm口徑的時候 就即是代表我們現在可以共用同一個折環 就可以避免我因為漏大了另一個口徑的折環 就令到有一支鏡又用不到支架這麼慘了 再者67mm這個規格其實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就有很多的資格可以給大家選擇了 當然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用這個H&Y的Revel Wing Swift系統的話 你應該早就已經可以用一個可變口徑的Revel Wing接環走天下 不過這件事要成立 都要看回你所有鏡頭前面都有這個圓形的螺絲紋才可以做到的 在高階組合的情況就行不通了 高階組合裡面的麻煩有就是它 這支Z14 24 2.8 因為它在前面沒有一些圓形的螺絲紋 而且它這個原廠的遮光罩也裝不到方形支架 所以如果我們是要用一些方形支架在這支鏡頭上面的時候 就可能要去另外配一些專用的折環 又或者甚至乎要整個專用支架去配 才可以用到方形雷鏡 那你要用到專用配件的問題 除了你可能會帶漏 又或者你要帶多一樣東西會重些之外 選擇少都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粗略去找過 原來可以用到在Z14 24上面的方形支架 似乎都是只有兩三款產品 作為H&Y的Revel Wing Swift系統的縱實用家 其實我對於它們這個給Z14 24用的專用折環 都是相當滿意的 大家可以看我這條實測片都應該知道的 但是如果要比較入門組合 高級組合我要另外再買一個專用配件 始終都是有點不便的 再者無論我是用什麼牌子 什麼的方形支架系統都好 我都要為了這支鏡另外去買一些折環 甚至乎整個支架 所以論這個方形雷鏡的使用體驗上 我就會覺得這支門組合是稍為佔優的 趕不算了趕不算了 它的音樂快到了 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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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遺憾啊 不知道為什麼已經很早到了 但是還是趕不算 那林你真是粗粗毛毛 用手衝的方式就拍了幾張 不過呢其實今天呢 那個煙霞都挺重啊 所以呢 我想都不是很真的 show到大光差 我本來想著呢 一來逆光再加上 陰影的時候呢 那個光差會很大分別 但是在這麼重煙霞之下呢 其實那個對比度又降低了 變了其實就未必很show到 我想show的大光差的表現 但是反正都來了 那儘管都等了 硬一點點 因為通常呢 日落之後的三個多指 其實那個天色還會變化 可能那時候才是最美 那所以反正上來呢 就儘管再嘗試這種 稍為低光的情況之下 那個表現又如何 那跟平時我們拿著這部機 邊走邊影不同 開腳之後呢 我們的快門就可以去得比較慢 就好像例如現在這樣 就算那個日頭已經下降了 我們都還可以繼續拍到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可以站定定開腳腳 慢慢拍的情況呢 Z72比起Z5 是有一個小小但我覺得挺重要的優勢 就是最低ISO的設定 Z72就可以最低去到ISO64 而Z5就可以去到ISO100 所以Z72除了它的像素比較高些 它的畫質會比較細緻之外 它低一點ISO 亦都代表它的畫質 也會稍為再好一點點 所以在影日出日落也好 在你站定靜影風景的情況之下 Z72的優勢就在這裏了 數據上ISO64的確是稍為有優勢 但實際表現又如何呢 話說早前爆出Apple在這個IOS16.2裏 就靜悄悄把香港地區的系統 就轉用這個強大的騰診 作為Safari的檢測稀炸網站的依據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你們怕什麼 作為這個網絡風險監測大國面的企業 騰診當然就有這個非常強大的反稀炸的能力 一定不會封錯網站 古語都有雲,相信騰診就不怕 作為iPhone12才轉會的我 現在真的覺得心裡面是非常踏實 而且對Apple也是非常欣賞 有趣的是當他想檢查你想上網站安不安全的時候 除了會對比他自己的欺詐網站之外 Apple也說明了 香港區的用戶 Google和騰訊都可能會記錄你們的IP 為什麼要記錄了瀏覽文的資料 官方當然沒有說 我亦都無謂亂作猜測 作為用戶我最關心的是我們有什麼選擇 對於不想輕易把自己的IP自動送上的用戶 除了不用Safari 轉使用地區 或者甚至關上這個欺詐檢查的功能之外 最好當然是用了非常著重用戶私隱的Surfshark VPN 來保護自己 VPN雖然不可以令Apple不用騰訊去審查香港的用戶 但至少它都可以隱藏我們的真實IP 如果你再開Surfshark VPN入面這個輪換IP的功能 內不得跟你轉一轉IP 令到你的私隱有更大的保障 Surfshark VPN嚴格奉行經過第三方機構認證的 No Lock資料不留底政策 亦都採取了全RAM架構的伺服器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令用戶的紀錄或者資料更加難以被追蹤而採用 早前他們更加因為印度立了新的資料法例 而為了不交出用戶的紀錄 是索性關上當地的伺服器 可見Surfshark VPN真的非常重視用戶的私隱 更正當然它還非常抵用 只要一個帳戶就讓你任連幾多部機都可以 現在你用了這個優惠碼阿Ling 還可以享有17折的優惠 再送你額外三個月 即是每個月都在港元十多元 就可以讓你和你家人的所有裝置 都享受到這個安全可靠又高速的網絡保護 自己私隱自己護 各位香港的iPhone用家 立即點擊下載的連結 以這個優惠價訂購Surfshark VPN 雖然光差這裏就未算最強烈 但應該都足夠去比較畫質的表現 這裏我就想集中比較暗部的情況 畢竟在太陽入鏡之下 暗部拍出來都會比日景更加暗 所以在後製推光的時候 就會容易顯出不足 比較之前先原諒我 在匆忙之下 就未有留意到兩者的光圈值有不同 不過由於曝光量相同 所以應該不會構成太大影響 好了 做了基本的明暗修正之後 我們放大100%去看看陰影位 就會發現兩者的畫質 其實都是非常接近的 不過在層次和細節上 我覺得高階組合 似乎就稍微有一點優勝 我們再看到一個大觀察的場景 就是日落之後入黑之前的傍晚時分 我們同樣把暗部推光的話 都會發現兩者的畫質上都是非常接近的 當然如果你把Z72那一張 縮小輸出到和Z5一樣的話 就會發現Z72的畫質明顯會高出很多 就算我們把兩者都同樣縮小輸出 例如我們一樣都是輸出成邊場400像素 這樣才算 Z72的畫質都依然是比較好 所以如果要定畫質的高下 就要看看你想要怎樣去比較 如果現在100%輸出的話 就是打和 但如果我們縮小輸出的話 就高階組合贏了 好 拍完日落 順理成張界拍攝夜景才走 我剛剛設定了兩部機器 拍攝同一個景 就發現其實 在影風景上 最能發揮到這個規格的情景 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影星